放棄了啦 你們真的沒有嗨到 希望人家澆水這件事嗎 沒有 沒有露電啦 對啊 會被電放 可是信會澆水吧 會啦 但是這個我都覺得還好 比較糗的是 有時候會有狀況 最糗的我覺得最 這輩子最糗的在台上 就是唱那個如果還有明天 然後最後的rap的時候 哈 199999我們演完最後一場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 身體狀況非常不好 然後重感冒 哈 然後就好大一個綠色的彈 哇 哇 199999然後這樣抓著 然後一直在rap你知道嗎 然後又不能拿開 拿開就黏黏的 然後那個字是一直沒有停的 然後就這樣唱唱唱唱 唱bit 我最後唱完了 然後就很擔心這邊拿下去 我這樣刷一下 我心中 好偶實 有下一個歌手要用那個麥克風嗎 有啦 試一個 剛褻冬妳以前剛開始出道 嘴嚨不舒服 妳出道時候也是坐窖滾打扮的 從以前 我算是在 在台中在駐唱的時候 就是老闆最弦的一個歌手 他說我穿衣服都沒有變化 然後唱得也都是冷門的搖滾樂是不是 就唱得很冷門啊 其實一開始我都一直被 一直被排擠 因為那時候我不唱什麼 唱芭樂歌 可是到最後我連恰恰這種東西 我都唱了 你後來怎麼妥協呢 因為 要賺錢嘛 不是你只有一個人要賺 你還有你的夥伴們要一起工作 對 然後那時候台中有一陣子 非常流行那種台中恰恰 然後大家都跳不停的 變成我們樂團 要跟著DJ一起接歌 就是他們唱完 他們放完之後 我們要跟著接 要全部都是恰恰的東西 現在小朋友還會跳恰恰嗎 所以你們在舞台 隔次青山會對不對 你剛剛喊點跳跳看 這畫面很像 是這樣嗎 你不要用這麼複雜的跳法 弟弟現在躲他嗎 弟弟臉都紅 你跳正常的舞步吧 你跳基本步 排中的恰恰啦 其實就是這樣吧 對 對 喔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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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姐這個很... 我怎麼想 而且姐應該是比較會恰恰 是不是 對 所以是剛才跳完那一段 才很像是嗎 所以你的歌路是哪一路的 是會唱歌的人嗎你 不敢自己講 你敢在大家面前唱一句嗎 可以啊 我可以 陪你去看星星 不用再多說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 又再一次和你分離 我多麼想每一次的美麗 是以為你 你這樣看他是唱這種歌的人 你剛才叫他跳恰恰 對... 他回家會把自己關在房間一整天 然後爸媽說吃飯了他都不會回答 因為他就很受挫 他就是靠恰恰才換來唱這段歌的機會 然後 可是 真的在幸之後唱這歌聲聽起來好像 兩個世界的事情喔 不會 他沒辦法唸出 是 所以你如果講評的話 你當過歌唱比賽的講評嗎 有 然後這樣唱完你也可以講評喔 可以啊 我怎麼講 真的 那他剛剛這樣唱完你說什麼 非常好啊 就這樣嗎 你評審的路線是不傷別人是不是 沒有...我超傷別人啊 我還會打選手 哪一種 就是 林宏銘吧 他唱不上去還是放不開 沒有...我那時候只是要很單純的說 我覺得唱Rock沒有問題 但是 我很討厭唱Rock跟人家互動 在台上 什麼叫互動 就是帶氣氛啊什麼 我非常討厭 你說讓我聽到你的聲音這種嗎 對 我很不希望自己在台上這樣 我覺得氣氛是你唱得好 你唱得很棒 你的精神去感動台下的人 不是你在那邊 把你的手借給我 然後去 我覺得那是 對我來說 這有多少歌手這樣做嗎 對 我知道... 我是說我自己 不是 因為你在唱搖滾樂的時候 你聲音也沒辦法跳回 正常的聲音說 把你的手借給我 不是 我不會去唱 你聲音... 你口而已 你怎麼撕口罵說 把你的手借給我這種啊對不對 所以 就可以狂吼的那一種啊 我很簡單的想告訴你說 唱Rock要火氣 你不要去跟台下互動 激怒你的火氣的方法就是痛 所以你不可以罵現場的人嗎 別人他們不夠High 你罵人家都死光了嗎 什麼這個 這個有可能 這個有可能 所以你是說如果你上場唱歌前 我賞你兩巴掌 你就會更唱出表演精彩 OK啦 對啦 OK 就是我們以前會這樣 你要當 你要當演唱會嘉賓 專門去演唱節目賞他兩人 因為他說他要憤怒 藍幼石呢 你去聽演唱會的時候 如果看到歌手 唱到中間 把麥克風舉向群眾讓他們唱 你會覺得他在休息嗎 會啊 因為我也會這樣 你也會這樣 福哥給你們 其實就是歌手累 可是這樣子我們聽的時候 就很不舒服 就是說到了最精采的部分的時候 結果是聽到不是你的聲音 通常我會最精采的部分唱 對 其他部分我覺得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很好 可是是真的在休息嗎 沒有啦 其實 休息絕對不會是把最精華部分 真的高音什麼都給別人唱 我覺得還是要把最基本 比如說大家現在很想聽到的什麼歌 要很認真把它唱完 可是像剛剛信這樣講說 他都不跟人家講說 我也愛你們這些的時候 那你下次如果跟他同一場 他也在的話 你會不好意思這樣做 我會逼他吧 你會逼他這樣做 他沒辦法逼他 這樣做 你就逼他說 你要不要感謝他觀眾這樣 對啊 我說 就是他們已經講了那麼多次 我愛你 然後我就會硬逼他講 哇 你好有種喔 如果他硬耍褲我就 大家就跟你在那兒 不是 我會答他 我先看眉毛 休息你今天要唱的是什麼歌 我今天要唱因為 之前我知道就是藝人名單有誰的時候 我聽到有信我就想說 那我可以唱千人之戀 可是在他面前唱會不會壓力很大啊 如果他願意可以跟我一起唱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可是他就偷偷心跟我講說 康翁哥會唱 我一講說我唱這首歌 他就跟我說康翁哥會唱喔 你會唱千年之戀 我也不知道這真是 我是騙你了 你害我跟他媽媽 原住民千賴比生 身材胖瘦很重要 好 太阳了